這條狗星再見吧 BYE 好了,看完小眼之後 其實在我們面前發現了 就是第二種蜂蜴的動物 這一種動物就是蜂蜥蜂的蜂蜠 所以就是出場的小肥脂的動物 蜂蜠蜂蜂 Let's say hello to our supporters 其實面前的蜂蜠蜠 牠們都非常肥蜜蜜 其實牠們身上有很厚的脂肪 幫助牠們很暖 令牠們能夠在一個極端而寒的地方 可以生活得到的 牠們都是胖胖的 因為牠們有很厚的脂肪 幫牠們飽涼 But the seal is very choppy because they have a big layer of bed to keep them warm in the extreme weather 其實面前的蜂蜠蜂 大家都可以留意到牠們游水的姿勢 牠們會用牠們的後腳 即是我們這樣的後肢 來推動的 但是因為牠們的後肢 不能夠向前衛區的關係 所以牠們想到胖胖的時候 就會用牠們短式的前肢 和扭動身體來移動 幫牠們用牠們上的赤肢 在右撃動身體來移動 Squaders will use their board keepers to move on and function in a caterpillar motion 雖然海灘出來了 會令牠們很興奮 但是麻煩大家試坐好 Please take a seat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請你們再一下 謝謝你們 對了 你們自己回海報了 再介紹一下 其實牠們成年之後 體重有機會 會到100至150公斤 那麼牠們在這裡 最主要吃的是 魚和魷魚的牠包 牠們的蜂蜂蜂 只有250公斤 牠們吃魚 在這裡有魚 Spotters will wave about 100 and 115 kg and they like to eat fish and squid 看看 現在有第二個問題想考考大家 究竟面前你們這麼巨大的海峽 每天要吃多少才夠呢 是多還是少過三公斤呢 Let's see another question How many food do they need to eat everyday is more or less than 3 kg 現在考念了 請你考考他們 每天要吃多少東西呢 吃多一盒是少於三公斤 如果吃多的話 可以煮熟 ifang is more than 3 kg Please raise up your hand 如果擁得三公斤的話 可以舉手試一下大波 在場的觀眾 大部份都舉手 這次舉手的觀眾 都是答對了 謝謝 在身邊前的海靠男 牠吃兩個人影響 牠每天都需要吃 5至100公斤的食物 才夠的 排班 牠們比